各位朋友大家好 前些天反对习近平政变的传闻生销成上 传闻了一段时间之后 习近平的亲信栗战书就出来 要求大家全体党员都要听中央的 要定于一尊 很奇怪的是他这种言论出台了之后 既没有遭到反驳 也没有出现各地方的诸侯和中央大员 或者是军队的将领纷纷跟进 向习中央表态的这种局面 不仅仅是如此 不仅仅是没有人跟进来表忠心站队 而且还有一些长得喉舌媒体 发表了一些阴阳怪气的 对习近平不利的言论 比如说有的媒体就重提华国锋 当年向中央的老同志元老认错的这样的旧文 这就是寒沙射影的暗指习近平 现在你也犯了错误了 应当向老同志认错 还有媒体就公然提到 要反对现在的左倾冒进风 非常明显 这就是直指习近平 因为习近平在内政外交上面 都表现出极左的倾向 尤其是极左的外交政策引起了美国西方国家的非常大的反弹 对中共非常不利 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就下令把当地的习近平的画像全部撤下来 这也是一种表态的方法 但是不是定于一尊的表态 而是大家要唱对台戏的这种表态 那么现在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到底中共内部他们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那我在7月26号的时候做过一个视频 讲到海军的很多的将领都纷纷的向江泽民投诉 要江泽民出面来阻挡 这个在7月18号到23号的东海军演 那后来江泽民就要他们鼓励他们 直接向中央军委提出来 结果这个军演也就没有进行到底 原定于6天的军事演习只进行了3天就匆匆提前结束了 其实现在向江泽民投诉的 向江泽民靠拢的又岂止是海军的将领 陆军和空军的将领 现在也很多人在暗中向江泽民输成 江泽民从1989年正式就任军委主席 一直到04年退出军委主席 在军委主席这个位置上一共是干了16年 那后来胡锦涛上台了之后 江泽民虽然从军委主席位置上面退休了 但是呢他是退而不休 他是实际上还是在掌控着军委 胡锦涛是一个被架空的傀儡 所以江泽民经营这个中共的这个军队 是超过20年 这20年的时间大家可以想象他培养了多少他自己的势力 可以说中共的军队的这个将领 基本上都是江系的人马 只不过是红二代习近平上台以后的初期 红二代对习近平有很大力度的支持 但是呢他经不起习近平这么下折腾 这种支持度啊迅速的下滑 尤其是到了中美贸易战之后 红二代对习近平的支持 基本上都减这个一大半都已经消失了 所以说现在啊是这个习近平势力啊 在军中的这个势力正在急剧的消退 而江泽民呢又重新呢在军队里面的影响力啊 在军队高级将领里面的影响力 又在迅速的恢复 那不仅仅是军队对江泽民呢 现在非常的有好感 那非常的怀念 那向军江泽民靠拢 而且呢地方上的这个党政官员系统啊 也是在向江泽民靠拢 可以说现在呀 在中共党内业已形成了两个中央的这种局面 在中共建政以后的历史上面呢 是很少出现的 这种局面呢 在中共建政以后只出现过一次 就是在62年到66年这期间呢 这个一部分人党政官员系统忠于刘少奇 邓小平周恩来这一派 而这个军队系统忠于毛泽东 那说到两个中央啊 大家自然的就有一个啊 这个地理位置的概念啊 第一个中央是在北京啊 是在习近平那儿啊 在中南海那第二个中央在哪里呢 很多人认为呀是在上海 其实不是的 第二个中央啊是在广州 为什么这么说呢 虽然很多人呢 称为江泽民呢 为上海帮的头领 但实际上呢 江泽民并不是住在上海的 他是住在长年住在广州 住在广州的珠岛宾馆 那个地方就是现在两个中央之一啊 江泽民中央的他的所在地 那他为什么要选择住在广州呢 那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自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啊 广州是这个开放的前沿基地 所以他是领风气之先的 那么历届的主政广东的这个地方大员呢 也是在中共党内啊 最有开放思想的 最具有开拓精神的这样的一批人 是改革开放的这个务实派的官僚 他们最注重的是发展经济 而这个江泽民呢 虽然虽然啊 还有这个党拔股的戏器也是一个老官僚 但是跟习近平相比 那他可以说他在这个 在开放务实这方面 比习近平要厉害多了 要好多了 所以呢 一部分的中共的改革派的这些大员呢 他们都是这个 心向江泽民的 那这一次习近平呢 捅了这么大的楼子 引起了中美大战 在经济上受到打击最严重的 就是广东省 广东他是一个出口大省 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啊 过去二十多年以来都是世界工厂 但是经过这个习近平这么一折腾 这个广东的经济实力啊 是大不如前 广东受到的经济损失是最大 企业没有钱了 那些贪官污吏啊 自然他们能够收到的孝敬 收到的回扣 那收到的贿赂 那也就少了 所以说呢 广东的企业界和政界啊 他们是一体相连的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所以现在呢 广东省的官员对习近平呢 是非常的不满 人人都恨习近平 这就是现在广东官场的 这样的一个局面 还有一个呢 很有意思的 就是广东的这个警察部队啊 警察队伍 全国其他所有地方的 这个警察和老百姓的矛盾啊 这都是当地啊 最突出的矛盾之一 但是在广州呢 警民矛盾当然也是有的 但是还有个特点 广东的警察 他只和在广东的外地人有矛盾 和本地的老百姓之间呢 这个关系啊 倒还不错 我不能说啊 是这个警民一家 雨水一家亲啊 但是呢 跟其他地方啊 跟其他省份比起来 那广东的警民关系啊 算是最好的 和本地的老百姓的关系 算是最好的 所以这个警察呀 他们就有一个倾向 倾向于自保 那其中有一位广东警界的 一个高级官员 曾经跟我们的全民共振平台的 这个发起人之一 跟他探讨到这个问题 他们说如果是将来啊 中共乱了 出现了官民对立的这种局面 他说我们广东省的警察 你看着将来呀 一定 至少是我这一部分啊 将来一定不会介入 政治纷争 我们呢 中立自保啊 就是确保地方的治安 其他的政治问题一概不理 由你们自己啊 去摆平 也就是说 他们这并不支持政府 尤其是不支持啊 这个北方的这个中央政府 现在呢 中国的军队啊 实际上经过军改之后 已经被习近平呢 把他给废了 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警力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武装力量 那么在广州一个城市就有超过五万人的警察 而这些警察呢都是带枪的 所以说呢 这样的一股啊 庞大的一个武装力量 现在呢 是站在习近平的对立面的 而站在习近平对立面 自然的就会形成 对江泽民的有一个保护作用 所以江泽民住在啊 广州的军馆里面啊 也就慢慢的形成了 全国各地的党政军的官员 纷纷到那个地方啊 觐见江泽民 那现在两个中央已经形成了 他们将来的局势如何发展 我们呢这个就不要去管他了 以前呢 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式的这个专制政体之下 所以一山不容二虎 一天不能有啊 二日 那现在呢 这个两个老虎的局面出现了 两个太阳的局面也出现了 他们最后到底随胜随负 我们暂却不去管他 反正呢 都是狗腰狗 让他们去斗 那么我们老百姓 现在如果是对这个中共政权不满 他们到哪去投诉呢 我告诉大家一个好去处 那就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微博 那微博呢 过去这几年呢 被中共已经整得不成样子了 七零八落了 很多的这个微博大V的账号被封了 很多这个活跃网民被赶出了微博 那么现在呢 只有一支独秀 这一支啊就是美国驻华大使馆 因为这个微博账号啊 他们封不了 他不断的天天才在发言 他发言之后啊 下面就自然就会有很多的跟帖 也就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微博 官方微博账号 他有很多的粉丝 我在十天以前呢 看见他的粉丝数量是163万 今天早上起来一看呢 就达到了170万 所以增长的速度啊非常快 为什么呢 因为在其他地方自由发言的这个机会啊 越来越少 只有在这个地方发言还不受限制 最多被删贴嘛 大家至少还可以说得出来 这个微博账号啊 已经变成了这个中国的言论管制之下的 一块啊自由的飞地啊 言论自由的飞地 到现在为止啊 还没有出现过 因为在美国驻华使馆 这个微博账号下面跟帖而被捕的 虽然有些帖子啊 骂中共啊 骂的是相当的厉害 相当的解气 比如说啊 有一个帖子就说啊 美帝你的忘我之心可千万不能死啊 还有一个是讲到疫苗问题的 有一个网友就说啊 美帝啊 你们什么时候来管一管疫苗的事情 还有人说啊 这个美帝 你们到底还管不管中国人的死活 那前一段时间呢 中美贸易战 川普宣布啊 要对5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啊 出口美国商品进行征税的时候 那很多网友就发言了说 怎么只有500亿 怎么不是4000亿 还有人跟川普提出建议啊 说征税不管用 你最好啊 就是把在美国的贪官污吏的财产 全部公布了 所以说呢 这个这个微博下面呢 它是很多的言论非常有意思 既能够啊这个骂中共给大家带来欢乐 同时呢也可以看出啊中国的这个民心民意到底现在已经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所以希望各位同道各位朋友啊 你们都去那个地方啊 去注册个微博账号到那去发言啊 你们的发言至少有170万人可以看得见 那个地方啊同时也可以成为一个结交朋友结交同道散布消息的一个地方啊 当然了那地方也有也有删帖啊 但是呢他删的总是没有写的快 那中共现在呢 他们多多少少在美国人的面前呢 他还有一点顾忌 那这是说到我们大家要把美国的驻华使馆的官方微博变成我们中国人的信访办 另外一个呢 民间人士抗争呢 现在进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有一个主意啊 就是我觉得啊 现在啊这个效果非常不错 这个正在逐步的扩散 这就是啊厕所革命 厕所革命本来是两年以前习近平提出来的一个概念 说是要把全国各地的这个公共厕所要修好了 这事呢 我还真是不是太反对啊 中国人呢 中国人需要大量的干净卫生的公共厕所 只不过是下面的一些贪官污吏啊 他们就啊趁机这个大发奇才 趁机啊 这个大拍马屁 把这个厕所修的 有些地方厕所修的跟这个宫殿一样的 结果浪费了大量的钱财 这个是我们要反对的啊 但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厕所革命呢 是民间的反共的厕所革命 共产党不是控制言论自由吗 共产党不是让这个在全国各地搞这个监控系统 让老百姓呢 道路以目啊 敢怒而不敢言嘛 但是有一个地方 大家可以发表意见啊 就是在厕所 在公共厕所 因为那个里面没有监控系统 那人家上厕所 你总不可能弄个摄像头在那对着 是不是 那厕所里面因为没有监控系统 同时人流量又非常的大 你在那发表一个言论啊 这个很多人都看得见 而且你在那散布一个消息 那个消息啊 就会被很多上厕所的人呢 看见以后啊 就不断的传播 所以那个地方啊 是一个很好的 大家发表意见啊 传播消息的地方 这就是厕所革命的由来 我在这里呢 也跟大家提两个改进的意见啊 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个所有的在厕所革命里面呢 发布的这些信息 实际上呢 都是宣传启蒙的信息 这个呢 还不足够 现在已经到了民间抗争的 这个如火如荼的啊 风起云涌的阶段 很快就会出现了 全民上街 全民板工的这个阶段 所以说呢 民间的这个反抗 现在啊 已经进入实际政治操作的阶段 而不仅仅是在思想交流的阶段 思想启蒙的阶段 所以大家一定要 在厕所革命当中啊 来留下一些后召行动的信息 比如说啊 今年的十一 这是中共啊建政六十九周年的啊 大家都说了这个罗素定律啊 专制政权不能超过七十年 现在已经六十九周年了 这个时候啊 我们要借这个机会争取啊 把全国各地各阶层的这些反抗的力量啊 都集中在十一的这个时间节点呢 让它爆发出来 所以说我们能不能够在厕所在厕所里面呢 写上今年十一全民上街的到各地的这个省委 市委那县委到各地的甚至是乡政府到这些地方去抗议 或者是到城市广场上去抗议 这样的信息让他们逐渐的传播 让全国各地那全国各地的这些公共厕所到处都不满这样的信息 不仅仅是会激励我们民间抗争人士的抗争群体的士气 而且呢会对中共造成相当大的打击 大家说如果是到时候上不成怎么办 不要紧的不要紧的 我们老百姓呢一次不成功两次不成功一百次不成功不怕 只要我们不断的不断的在尝试 中共啊他就会消耗他的资源 那即使是我们十一一个人都不去 中共一定会他要派出大量的警力 消耗大量的资源去防止这件事情 这就离我们的胜利就接近了一步 他们的资源消耗的越多 我们呢将来的反抗就会越顺利 最近也注意到一个新的情况 就是现在的这个五毛和自干五啊 最近这一段时间 尤其是最近一个多月啊大量的减少 大家发现了没有啊 我是从我建民和这个原乡居士 我们三个人的视频底下看出来的 那以前在三四个月之前呢 两三个月之前我们下面的 我们这些视频下面的 这个点赞的人数 和这个给盗着的大拇指的 这个人数啊 比例大概是在四比一到五比一 那有时候高的时候甚至达到三比一 那么这个给盗着的大拇指的这一般的来说呢 那都是自干五 因为这个五毛啊他是拿钱的 他如果是给你一个盗着大拇指 他一分钱收不到 他们是不会干的 一般是那个自干五在干 现在呢这个自干五的比例啊 现在我看了一下 我的这边和建民的这边已经降到了大概是二十分之一 而原乡居士那边呢 也降到了大概十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所以说这个减少的速度啊是相当之快 那五毛的速度减少的也相当多啊 现在在我的这个视频底下呀 不断的反复的更贴的大概也不超过二十个五毛 那以前呢五毛只是排着队鱼冠而入的啊 这个有时候多的时候啊 甚至达到一百多个两百个 那现在呢一共不超过二十个 所以减少的也很快 那在其他两位那个视频下面呢 也差不多也是类似的一个场景 就是几个五毛他不断的就在那反复的发帖 这是个什么原因呢 我猜了一下啊 自干五他减少 那是因为现在确实是这个看到大形势啊 都对中共相当不利 大家不要以为呀这个自干五 他是这个真正的铁杆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不是这样子的 是有很大一批人呢 他们有一个脑残的倾向 就是他们想跟着那个强有力的人走 如果他们一旦发现了哦 他们想跟着那个人 比如说习近平他根本不是强有力 他背向一路 那个时候啊 他们就这个要见风使舵 要开始转向了 自然的就把过去的这个自干五的倾向啊就放弃了 你不仅仅是那些啊 利民的自干五啊 你以前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自干五 比如这样郭文贵 这个把习近平捧为是千年圣君 那现在都已经转向了 这个言谈之中啊 都要说几句习近平的不是 这也就可以看出到现在啊 习近平政权算是大势已去 中共算是大势已去 那自干五减少了 那五毛减少是什么原因呢 我相信呢 跟中共现在的这个财政状况有关系 现在他们连很多地区啊 连自己的警察 连自己的公务员都已经发不出工资来了 这个五毛那是他们的这个体系里面 最底层最底层的小蚂蚁 没钱的时候 自然首先牺牲的是这样一部分人 当然了他们还得维持一小部分的五毛啊 继续运作 要不然呢 他们的这个言论管制这个体系啊 这个搅浑水的功夫啊 那就全部就泡汤了 他们还需要暂时还需要 但是只是他们没有大量的投入 像过去那样大量的投入金钱 因此呢 他们能够维持的五毛队伍也就减少了 所以这种现象呢 对我们对这个希望推动中国民主变革的人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好消息 所以希望大家乘胜追击 这个凡是反共的啊 宣传民主的这种言论 凡是推广民主运动的经验 推广民主运动的这个方法的言论 现在就是大肆推广的时候 大行其道的时候 千万不要放弃 千万不要松懈 大家尽力的再冲刺一段时间 天很快就亮了 曙光就在前头 好 今天讲到这里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